目前正在拼台湾总统选举的联署 已取得竞选资格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则是陷入联署站点 涉嫌花钱购买选民个资来充人数的疑云 台湾市林地检署昨晚宣布 共有七人涉及联署行贿罪 遭到强制处分 市林地检署目前已经准许六人保释外出 还扣押着一人禁止探视 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世修 今天接受媒体联访时 跟七名被捕嫌犯撇清关系 宣称疑似行贿的并不是官方设立的联署站点 因此一众嫌犯跟郭台铭竞选办公室毫无关联 他也大派定心丸 表明官方联署站目前稳定运作 联署人潮也有增加趋势 至于富士康在中国面临查税的事 黄世修表示 郭台铭四年前就交出了富士康母公司 鸿海集团的经营权 此后就再没出席过董事会 就是说这一顶帽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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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